花莲四维高中办学备受国际肯定 去年的法国杰利略高中带领的参访团之后 今年又有法国巴黎拉图国际天主教中学一行37人 在校长切弗里埃尼古拉斯带队之下来到花莲 到四维高中进行一整天的文化交流 法国巴黎拉图国际天主教中学一行37人 日前在校长切弗里埃尼古拉斯的带队下 特别来到花莲前往四维高中进行一整天的文化交流 四维高中除了安排最高规格的阿美其凤迎宾舞 也带来一连串精彩社团表演 而校方也在行前培训了34名学生 全程以英文一对一的方式让同学们进行交谈 除了介绍彼此也让外国学生能更了解花莲及校园环境 我们交流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包括我们原住民的舞蹈 还有一些其他的台湾的地方民族 然后也很高兴可以用自己 平常比较不会说的语言去练习 在这次的交流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关于法国人的知识 然后他们也跟我们分享许多有趣的事情 像是他们的歌或者是教我们跳舞 我觉得这次会议非常良多 他有教我们一些单词告诉我们那些意思 然后还有告诉我们 他们现在法国流行的拍照知识 或者他们对台湾所好奇的一些文化 之前是用线上的方式 然后跟法国人一样是线上交流 然后足够这次是真的就是跟他们实际交流 我觉得跟线上还是有优秀差别 就是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我觉得这次的体验让我获益良多 不但让我的英文各家进步 还有学会一些范文的答案字 思维高中办学被受国际肯定 相信在去年法国且历略高中特地安排参访之后 今年又迎来法国巴黎拉图国际田主教中学的深度交流 思维高中积极推赞国际教育活动 未来也将曹双联体制双语教学来做发展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花联的学生 比较少跟国外的学生做面对面的交流 那我希望就是每一个学期 都有一到两次这样的机会 引进国外的学生来我们思维高中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呢 可以再这样面对面的交流 使自己的英文能力更加进步 那现在我们学校也有外师在这学校里面 做课程的一种指导 那学生除了英语的各项的一个竞赛之外 还有推动英语话剧 还有透过一些网路上的一种教学的一种引带 让他们促进他们英文的提升 希望都学生在这一个课程当中 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概念 有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视野 那这是我们学校手积极要去推动的 经过一整天的学程体验 法国师生的好心情全都写在脸上 大途中学校长切夫里埃尼古拉斯也表示 很荣幸能参访思维高中 除了感受到学校的友好与亲切 也期待学生们可以有更多的收获 帮助彼此的国际视野更加广阔 并促进文化认识与交流 希望明年能再次延续两校的教育交流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